那如果能够健健康康的出来做志工 友谊人群 那就更好了 慈激技术学院 乐林大学的一群阿公阿嬷 特别到荣民之家去关怀 形成了长者关怀长者的场面 男们手左手碰右手 简单的健康操 活泼又热情 17位慈激技术学院 乐林大学的阿公阿嬷 来到荣民之家关怀老朋友 他们来到这边可以看到更多的互动 更多社会的关怀 还有跟他们同年级的这群人 他们也是非常的有活力 那他们一定可以感到他们的活力 唱着最熟悉的老歌瞬间拉近距离 85岁的邱家明和80岁的太太陈海玉 携手做志工 脸上总是挂满笑容 看到他们快快落落的 他们快快落的气氛 已经走到我们身上来了 高龄化的台湾关注银法族的身心健康 慈激基金会和花莲县政府举办讲座 鼓励长者走入社会参与活动 活到老学到老 也体会当志工的充实 除了经验豐富好 还有身体健康好 第三号就是出来做志工就更好 所以欢迎故意走出来 大家来做志工 环保战里老菩萨运用智慧与良能 付出中发现快乐的秘诀 越做越欢喜越来越健康 敬老三老健康999 大家新闻叶朝庆江姓姓邓明怡花莲报导 谢谢大家